放下历史新低 还吓跑了科技大厂苹果 紧急暂停了官网的线上销售服务 当地的通膨率已经接近20% 民众的荷包大缩税 也担心未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民众一把货将玩具超烧得金光 但就算是这样人交不习民众怒火 土耳其货币里拉 最近有如是做自由落体疯狂贬值 23号对美元汇率单日就贬了15% 创下历史新低 就连科技大厂苹果也都受不了 暂停了线上官网的销售服务 几乎所有商品都呈现缺货状态 民众大探现在就连二手机搞不好都要买不起 在土耳其央行接连降息影响下 今年初开始货币就已经贬值了45% 带动物价激烈飙涨通膨将近20% 民众荷包缩水不光是买iPhone 现在恐怕吃饭都成问题 有专家归咎总统施压央行降息 或早实施宽松货币措施 政策错误加剧了货币贬值 专家同时也呼吁总统赶快踩刹车 不然百姓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记者综合报道